在我要讲长老会以前 我觉得我应该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 在中国教会史上面 有一个现象 就是中国教会史开始有复兴运动 是1900年左右 那在1900年的复兴 是古约翰 加拿大长老会 在东北所带起的复兴 那加拿大长老会的这个古约翰 它在那个东北那边 如果你去沈阳还是去哪里 你会发现它同时就是跟韩国的复兴 是有关系的 那听说韩国的圣经的翻译 也是在沈阳那边的长老会的教会 翻译出来的 那因为要带出 中国教会各个宗派那个时候 在19世纪之前其实都非常的弱小 那19世纪开始有这一个 属灵复兴从那边传过来 那这个属灵复兴一方面是 从这个复兴运动所带出来的 奋兴运动所带出来的 另一方面也是开始受到美国 1900年以后开始的 第一波的灵恩运动所带出来的 那这个属灵复兴运动是第一次是从那一个东北 然后从那样子传道的华北北京地区 带出第一波的复兴运动 那中国教会在特别在 1900年到1919年这段时间 是中国教会的过去的 1949年以前的一段黄金宣教的时期 为什么呢 因为1906年我们都知道是什么 是科举制度取消了 对不对 那中国人整个的那个 因为面对的列强的侵略 整个民族的自信心跟那个 整个几乎是崩溃的状态 所以宣教士到中国来 在1900年以前 第19世纪面对的是文化 中国的文化中心主义 1900年以后的中国教会史 就不仅要面对文化中心主义 还要面对国家主义的问题 一直到今天 那为什么 因为中国被打 那中国的文化 基督教怎么样替中国文化 杀出一条路来 要让中国文化能够有出路 基督教在那个时代 1900年到1919年 他成为 让中国文化能够走 因为你传统的东西 赵天恩牧师画了一个图 对不对 你中国过去的儒家 儒家2000年是维系着上面的政权跟下面的百姓 在朝围观 在下地方做乡身 那儒家的意识形态也让作为区别异端跟正统的 那一个标准 可是这个在19世纪末年 20世纪初年 特别是跟着习惹团事件以后拿掉的 那要弥补这一块要怎么办 对不对 国民党的那个统治 这里面的时候党政高层 然后三民主义 国民党的 那个孙中山的这些东西 本来要来填补这一块 没有填补好 对不对 中国整个落入中空的状态 所以在这里面的时候共产党进来了 今天党政的红二代跟这个整个的那个高层 然后共产党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维系着 整个普罗大众跟那个 那每一个时代 每一个民族 他都需要他有一个安身立命的文化的基础 而这个东西 我牧师有跟你们讲过 就是这里面的时候 今天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瓦解了 我相信没有人真的相信 共产党所讲的那一个天国 会真正的实现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中国基督教 能不能在这里面取得这一个主导的地位 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要面对的问题 因为没有人在也没有人会真正相信 我想连共产党都不会相信说 共产党是我们的出路 对不对 但是那个出路是什么 你基督教能够成为他的出路吗 那在1900年到1919年 因为宣教士的宣传 宣教士所办的教育事业 文化事业跟教会 跟他们对西方文明的了解 以及后千禧年的那种乐观的 基督教就成为中国那时候的两个出路 一个是文化的出路 中国文化的出路 第二个是救中国的出路 国家主义的出路 中国民族要强大成为现代化的国家 那基督教能够做出什么贡献 对不对 那教会被迫要扮演这个角色 那请问基督教能够提供救国方案吗 所以那个时候传统的青年会 为什么能够比较被中国人接受 因为青年会是那种温和的改良主义 他们强调的是人格救国 他的新派神学慢慢的影响底下 他主张的是人格救国 这个跟中国人传统的一贯大道 是比较相合的 诚意 振兴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的大道理是比较相合的 对不对 那可是 这一个带着新派神学的人格救国的理念 连孙中山都接受的 那个自由派的神学家 那个埃迪 他所宣传的也都是这样子 面对新文化运动 基督教的悔应就是中华归族 中华归族的目的就是什么 文化救 就是人格救国 对不对 那人格救国的操纵的底下 就是怎么样培养 有宗教情操 有基督教情操的中国人 那把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的这个东西 丢掉了 丢掉了 所以基督教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都一直扮演 需要被我们的国家要求 你要配合中国的现代化 一直到文革时代 要对中国的世话做出贡献 可是基督教没有一个在历史上提出来的救国方案 我相信基督教可以救中国的文化 可以救中华民族 可是你没有办法提一个具体的政策 对不对 所以在那个时代在救国 救王的图存底下 对不对 这种改良主义 温和的东西 你像胡适跟陈独秀为什么要分家 他们一起致力于新文化运动 对不对 那这个燕京大学的新文化运动 为什么 吴耀宗跟赵子诚分家 赵子诚他也是主张 要借着教育跟借着这个 可是吴耀宗他就等不及了 他认为 在这种情况底下 他甚至认同 共产党的暴力革命 所以在这个整个情况底下 你会发现说 我们是被时代牵着走 而不是用基督教信仰 去扭转这个时代 这是中国基督教的悲剧 那当然中国基督教人口很少 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一直跟你们讲说 中国福音化是必要进行的 继续的人口的增长 对不对 但是中国文化基督化 就是更大的事工 因为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要把中国的文明 建立在改革中 清教徒的信仰的传统上面 不是说它就变成了教条化 而是你的文化底蕴的里面 就好像英美的文化 虽然它有反基督教的东西 启蒙运动的东西 可是它的文化底蕴是 是基督信仰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上帝给我们机会 有历次的属灵的复兴 就像我们讲 1900年有那个复兴 对不对 然后到了民国时代 这个时代 教会也增长 然后有那个大复兴 那你就发现 在那个时代 上帝就兴起了 海外立志传道团 然后呢 他们就学生工作就开始兴起 教会大学就跟着应运而生 当然它不是很成功 不是很成功 你知道那个伟大的丁丽美 对不对 那丁丽美那个牧师 他就是穆德 那个时代 他们的海外传道团 然后到中国成立的青年会的 建立的青年会的事工 然后呼召要在这一带 要把那个世界福音化 那中国就 学生就响应这个 那丁丽美是基督派的信仰 丁丽美的孙子就是王一乐牧师 应该就是王一乐牧师 那那个 其实我要跟你们讲这个是 你从王一乐牧师身上 就可以看到信仰的传承 仔细去观察 我都没有想 没办法详细跟你们讲 那一乐牧师在我们那个成都 他是扮演了基督教在改革中信仰 在中国扮演的军师的角色 那我们几个弟兄 其实我们因为我们是一起 兄弟相爱汉山河嘛 彭强牧师 王一牧师 我王一乐 陈彪 孟天 老师 我们几个人 我们就是觉得说应该像 那一个十九世纪的那一个 威伯夫斯他们在面对 整个英国的时候的时候 一起做一些工作 那就带起了这个属灵的复兴 可是这个属灵的复兴 青年会变成新派教会以后 你看那个工作就结束了 那一个丁立美后来到的 华北神学院 基要派的神学院 去担任老师 但是呢 他后来 因为对复兴运动的一些坚持 就跟华北神学院的这些 很严谨的这些老师呢 发生的决裂他离开 但是没有不愉快 那 这一个 1930年代 中国教会 由王明道尼托森 伯特利布道团 宋上杰 自治文所带起的属灵大复兴 在短短的时间之内 得到了十万到二十万的信徒 你看十万到二十万的信徒 带出来的属灵复兴呢 接下来就是学生工作的复兴 就是学生工作的 因为什么 上帝不会让他的羊没有草吃 一定要有灵粮的供应 那上帝就一定会兴起 那一个好的牧者 就是从青年 从学生的里面去兴起 所以你看抗战时代 1940年代 在大后方在那里 就是学生工作的复兴 杨兴飞阿姨 他们就是那一代的 那个属灵复兴 你看然后到了1950年代 1949年以后 台湾因为大批的百万的 那个大陆的同胞到了台湾 他们心灵饥渴 因为他们离乡背景 祖先崇拜也没有了 所以他们很容易信主 然后一下短短时间 也是一二十万人信主 接下来就是学生工作 港台都是学生工作的复兴 因为上帝需要预备传道人 好 再往下就是你们啦 对不对 文革时代所产生的大复兴 跟文革后的产生的大复兴 为什么接下来就是 城市教会的复兴 知识分子工作的复兴 学生工作的复兴 然后这个学生工作的复兴 带到了北美来 对不对 这些学生 台湾那个时候的学生工作 来到了北美 他们留学在这里 他们设立了北美的查经班 最后成立了华人教会 我觉得那是为了你们而预备的 然后你们这一波的 知识分子的复兴工作 接下来要带回大陆 接下来要带 所以它是一个循环的作用 我是觉得你们参与在这个的里面 我觉得上帝不完全 当然你们也会成为加拿大人 成为美国人 这个是真的嘛 就像唐东东牧师讲 你们既然在这里 你们就都认同这个地方 可是你们可以关心 整个中国的复兴工作 这个是我觉得在这里面 你们应该去思考的使命 我相信每一次的 因为中国教会的复兴还在继续嘛 就好像约翰卫师里的时代 大批的人口继续往城市移动 中国往城市移动的这个浪潮 还没有结束嘛 所以我认为 那一个杨凤刚老师的分析是对的 因为中国继续城市化的 这个层面上面的 来到城市 那个流离失所跟没有根嘛 对不对 多少在农村很有能力的传道人 到了都市以后 他们就整个人说了 对不对 因为你去王仪的教会聚会 或者去那个 那个什么 守望聚会的时候 你可能发现 跟你坐在旁边那个凳子的那个人 那可能就是一个博士啊 对不对 然后他发现他到那边的时候 他完全不知道怎么讲道 因为在农村教会 你看那些那个人 他们真的不晓得 那个 你如果去那边培训过 那真的就是 你就会觉得说 哇 那要怎么样打根基起 所以那个时候 难怪立新的政总会跟我讲说 郭牧师 习大大给我们的那个应许 我一定要 我们要那个 我要成立五个神学院 我的五块地都预备好了 你能不能来帮我们做神学院 我说我不做行政工作 我来中国就是纯粹的 服侍中国教会 我就是 上帝给我的呼召就是讲学 讲中国教会史 讲西洋教会史 然后好好的讲道 我不能预约那一个分计 但是这个的确是 一个这样的一个时代 中国教会还在城市化 所以这个城市化还没有停止 对不对 因为内地还有很多的地方 还在继续的那个嘛 所以 这个层面怎么去做 而且你只要想说 你如果去日本看 你去日本旅游 你就会跟去中国旅游的感觉 日本的农村即使人口很少 那个整齐跟清洁不下于都市 你在乡下走路你都很enjoy 对不对 台湾也慢慢这样子啊 可是当我到温州的比较 那个乡下地区北白巷或哪里的时候 你知道我空气中充满的都是 我觉得是有毒的气体 对不对 然后垃圾所有东西 垃圾那些东西都在路边 对不对 那整个工业化都市化跟城市往里口人口集中的这个 根本没有过去嘛 所以中国教会还在一个软土 可以松土的阶段 但是我也很怕接下来 所以也许上帝不让大陆马上改 完全就是开放 是给基督教的恩典啊 我们拿 如果我们没有预备 我们拿什么去做文化基督化的工作 对不对 我承认中国大陆的教会自己需要准备 可是海外的华人教会 就像我认为我台湾的教会 我必须在这件事情上面 一起跟你们同奔天路 跟大陆的教会同奔天路 也许你说不需要 大陆可以那个 可是我就觉得说 我是要跟他们一起同奔天路的 这个是我自己很实在的感觉 那长老会 改革中长老会在中国 那一共有12个支派 我这边有列出来 这是根据蒋真理牧师 那一个 他取自于美南长老会的部道团 他列出 他根据1919年的报道 所整理出来的 然后称作是以色列的12支派 最大的是1837年 美国长老会的那一个 到中国的宣教 当然他后来分裂了 对不对 是变成美北长老会 然后1842年改革中 教会就在福建的厦门 建立了教会 所以在那边就产生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 改变了厦门的整个文化 因为什么 这个改革中教会跟英国长老会 在1862年就成立了区会 那时候的改革中教会 那一个英国长老会是比较开放的 他们愿意跟 让教会很快的走向 自立自养自传 所以他们一起成立区会 但是呢 改革中教会呢 他们其实做了很多的 在厦门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 像那个什么 那两个很重要的教会 叫做中华第一圣堂 就在那个港边的那个教会 那一块石头叫中华第一圣堂 那个叫什么教会 还有竹树角教会 都是什么 改革中教会所建立的 我那时候特别去看 那他们改革中教会 不太愿意跟那个 英国长老会合一 可是这些宣教士像达玛智他们 他们就顶下来 他们就坚持要合一 这是中国教会合一运动的开始 立下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 所以当台湾的英国长老会 那个 玛雅各医生 玛雅各医生遵守改革中的 那个长老会的传统 不能为那一个 信主的人施洗的时候 那是改革中的吉里兰还是谁那个牧师 去到台南帮他组织洗礼 那种见证跟那一个的美好 所以英国长老会跟 那一个改革中教会在 厦门就种下了那一个美好的见证 还好他们真的不是把教会的总部设在 泉州人的那一个泉州 或者张州人的那地方 因为这两个泉州跟张州在台湾叫做张权拼 张州人打泉州人 泉州人叫做泄斗 对不对 可是厦门就塑造了那一个 厦门是一个很好居住的地方 因为那边的时候 就是即使有自由派跟保守派的冲突的学生工作 可是他们仍然能够彼此 能够互相的尊重跟互相的帮助 我去厦门的时候 我最欣赏的是 在这个层面上面 你看 徐世鼎教会非常好的见证 可是呢 他们从这边散发出去的影响力 跟他们的国度的心胸很强 厦门是一个很奇特的地区 我觉得厦门跟成都都是我很喜欢的地区 成都不排外 厦门也不排外 而且基督教在厦门 即使大家有那个 大家还能够彼此成全 在过去的种下的这个历史 我觉得这个跟他们很早就踏出 这两个教派的合作 是有密切关系的 那美南长老会是1867年设立的 美南长老会 他们所工作的地点在江苏 那他们设立的华中区教会跟江北区 江北区就是江苏的北部 那另外就是华中区 那江北区跟华中区这两个 江北非常非常的保守 它是属于美国长老会的旧派的信仰 非常注重教会跟体制 所以它就成为 接下来自由派神学跟基奥派冲突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据点 就是江北拆会 那江北拆会 他们这个美南长老会跟美北长老会 还有加上那一个卫师礼宗 然后再加上另外两个比较小的拆会 就成立了叫做金陵神学院 一直到今天的金陵神学院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底下的时候 美南长老会对这一种拆会之间的合作 就始终抱一个保留的态度 那华中的拆会是始终的支持 可是江北拆会就在这里面始终有质疑 另外这个爱尔兰长老会跟苏格兰的教会 这个是在东北产生出来的 也是那一个非常好的见证的教会 爱尔兰跟苏格兰也是 他们在那边一起 他们面对1900年的逼迫的时候 他们勇敢地撑了下来 在东北的影响力非常的大 我想这个连带着就影响了赵宗辉牧师 赵天恩牧师 他们其实都是在这个背景里面去成长出来的 那加拿大长老会是对台湾的宣教 跟河南的宣教古约翰 那带起中国第一波的复兴运动的古约翰 古约翰 那一个台湾的马街是 加拿大长老会第一位宣教士 步道非常的强 步道能力非常的强 我说他在台湾自1972年到 1872年到1901年 他设立了60间以上的教会 然后包括神学院 包括医院 其实所有的事工都是跟他有关系 都是跟他有关系 那这个古约翰好像也是这样的人 也是这样的人 古约翰的影响力非常的大 加拿大长老会 那所以写加拿大跟中国的关系的时候 势必都要写这一段历史 我有一本书就是加拿大与中国的关系 都还有这一段的历史 但是对不起我要讲说 这个教会大概在加拿大 在Toronto大概也变成了新派 变成了新派 就好像英国长老会 英格兰长老会也是变成了新派 那你想母会都不保了 那个生下来的孩子 怎么那个 好 第十个约老会呢 那个RPC 那他们在黑龙江的奇奇阿尔 沈阳 广东的这一带 那这个约老会我不晓得 有没有跟赵牧师他们有关系 那这个就是只唱诗篇 他们的总部在皮子堡 就是赵牧师他们 就是RPC吧 可是赵牧师没有走这条路线 那我五年前曾经到太原去培训他们 那他们也是非常的难过 因为他们好像在大陆引起许多的争论 那王约翰牧师有跟我谈了许多的东西 他身上就带着赵天鹅牧师的照片 然后就跟我诉苦土苦水 但是我听他讲解圣经跟很多东西 我觉得他在很多层面也是很有能力 跟很有影响力的牧师 他是从天主教归正到那一个的 他是修士 那一个 那年轻我就觉得说 其实有很多东西 他难免会犯上错误 比如说他像 他跟赵天鹅牧师就毫不留情面 对不对 因为他就跟赵天鹅牧师讲 你是阿弥妮娜 然后两个人还吵到赵宗辉牧师的前面 就是要求赵宗辉牧师做评断 你知道很好玩 他听我上教会史的课 他就跟我讲说 因为我就是这样带着一大堆的资料 因为我要去讲两个礼拜 把整个教会史讲完 然后他就说 郭牧师你这些讲义能不能全部给我 我说你要拿你就拿去 可是我的讲义乱七八糟 你看我的这些讲义都是纸都花黄了 我说你要去印的没有用 那个东西 我就是很杂的 因为我没办法再把它重新打字 那他是很好学的人 真的读很多书 没有关系讲个笑话给你们 后来他们在南京 那边的弟兄被捕了 然后所有通讯资料就被 在我们上课的时候 就突然间就通知说 哎哟那个解散啊 神学班解散 一下子就解散了 然后呢 因为我的机票是要晚好几天嘛 所以到礼拜天的时候 王牧师就跟我讲说 我们两个人还是应该一起敬拜嘛 我说OK啊 那我问他说 他就问我说 那我们怎么敬拜 因为他尊重我嘛 那我说 你就带我唱诗篇 你们的诗篇的那个 然后我讲道嘛 然后那个 我们两个就这样敬拜 那其实他们的唱诗篇 譬如说有福的确计 他们用那个吊子 他们套上的诗篇 他们也不是完全说 就不用我们那样子 什么的那个 所以也不要太 就因此吧 但是他们真的很爱主啊 老实讲他们真的 也很热心传福音 而且老实讲 他们在大陆 成立了好几个区会啊 他们可能比那个 对啊 真的他们 因为我跟他们有接触嘛 那个弟兄告诉我说 他们至少好像 三个地区还几个地区 可能赵丽 老实他知道的更清楚 其实 今天的 在大陆的改革中 不是只有王仪 牧师这边 或者恩典城市而已 我就觉得上帝 好像在以利亚的时代 预备了好多的 在这里面的基督徒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悲观 那我对约老会 我这种跟他接触以后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成见 虽然有很多人讲 王约翰牧师 可是我发现我真诚带他 他也是很真诚的带我 没有这个层面上的问题 有时候我不知道的 我真的跟你们讲 有时候我们要很小心 这一种那个 立心那边的那一个郑总 告诉我说需要有人 可以帮他成立神学 我很热心的回台湾 然后找了一个非常好的 我觉得非常好的弟兄 可以做神学教育的去找他 你知道他们两个人碰头以后 后来那个弟兄回来了 我就问他说 你跟郑总谈得怎么样 他一句话都不讲 也不告诉我 后来我就去问那一个 带他过去见 那个立心团队的郑总的 他们两个见面以后 到底谈得什么 因为我觉得 如果你们要互相的合作 做神学 应该是要谈得水辱交融 你知道那个弟兄 我的学生带着 我台湾的这个 也是姓郑的 他说他们两个人见到面 因为这个台湾姓郑的 这个人是大有名气的人 那这个立心的郑总 也是一方的霸主 两个人见面以后 就彼此都就在吹捧 谁认识的人脉多 然后比那个 哇他在见识 两个人就一直讲 谁都不服谁 最后不放而算 我在台湾的教会服饰很久 我真的的确看到 季志文势必要分手 季志文跟林亮堂的串办人 那个叫什么 赵世光 没办法同工的 因为他们都是大家长 都是那个 可是我真的觉得说 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主里面放下来 然后彼此去欣赏 对方的恩赐 然后一起来同工 中国教会就是消耗在这些 无休止的里面 所以我后来为什么 我会逐渐的倾向一件事情 我就跟上帝讲 让我做教会 中国教会的二把手 三把手 中国教会的三把手 三把手让一份 从中央成лин 然后再赏 怎么办 相比 我个人的今生里面 ی不快 我就能估溢 等到内定呢 所以我们有多次都 朝过前期 照明 来 我便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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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洪師的家 跟洪師母 洪師母組了多少好處 賭了多少好吃的東西給我 那種情侶 當你要面對盟主恩召的時候 你最想見的一定是你的好朋友 那一定是你的親人 那如果是這樣子 你為什麼現在不會去疼惜你那個黃臉婆 對不對 你現在為什麼不會去愛你那個殺千刀的 對不對 你會想做什麼 對不對 那為什麼我會那麼在意我現在在那些東西 對不對 那我一定會想到的就是我跟黃怡牧師 對不對 跟你們的這種在組裡面的情侶 然後我最想見的可能就是 哎呀我臨終於之前能不能見到好牧師啊 然後再去去救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嘛 一定是這樣嘛 絕對不是說我要看畢業證書啦 然後把我的錄音講到再拿出來聽 然後很得意 對不對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到底什麼是我們應該注意 我們應該追求的 我真的是這樣子的感覺 特別我們的改革中長老會 我們的教育真的非常強 然後我們也很多的 因為我們吸引的是精英知識分子嘛 對不對 所以在台灣在裡面 我想你們都聽過一則這樣的類似的故事 如果你是藍領階級信主 你最好剛開始去的教會叫做救世君 對不對 然後你慢慢的成為一個小工頭 你就是最好去為理工會 對不對 當你做了老闆 然後你是有中產階級 你最好就是改革中長老會 對不對 然後當你呢 然後你成為那個像郭台銘代的大老闆 你最好去聖工會的高派教會 是這樣子嗎 對不對 我是覺得說 我們不需要這樣子 然後我們真的就是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去得著 去成全 那 真的啦 讀神學或者在神學院裡面 我常常講說 在神學院裡面充滿了虛假 為什麼 因為會想做傳道人的 都是有領袖欲的 那這些所有都有領袖欲的人 只在神學院 又要學習謙卑 就變得很虛假 明明你的成績比我好 我心裡氣得半死 然後想說 哎呀 很欣賞你 對不對 神學教育就是那個嘛 因為都是一群領袖 對不對 然後都想每個都要成為唐從榮的 對不對 然後怎麼能夠孰 孰可忍 孰不可忍 對不對 他的成績比我高 然後明明比我小12歲 為什麼講道比我好 為什麼那個聖經神學的分數比我高 那我真的日子是白活了嘛 教會就是 常常就是這樣子啊 你勝不過你自己 你知道嗎 特別是大家都是想熊霸一方的 對不對 像我年輕的時候 我的秘書就告訴我說 郭哥你要做 因為我那時候有點年少輕狂嘛 他就說 郭哥你要做什麼 福音山寨的寨主 意思就是我這個人個性 可是塑造出來 我練完神學 到現在的結果是 我覺得我就是好好做一個牧者 按著我的一千兩恩賜 好好的牧養教會 我跟你們分享一些 我覺得 我現在不會去跟紅牧師比較 為什麼他是五千兩 我是一千兩 對不對 趙麗為 我好像 哎呀 不得了 我以前覺得趙麗好像是一個很嚴肅的人 最後發現趙麗很幽默 進去又發現他趙麗的神學很好 我要跟他學習 哎呦 實在放不下身段 因為以前好像都是我在那個覺得 好像我是牧養他 怎麼現在變成他在牧養我啊 實在很難受 對不對 然後又是一個姐妹在教導你 哎呀 怎麼可以呢 我要跟他開始保持距離 以色安全 何必的 對不對 我常常覺得說 我如果我能夠 譬如說 就跟史傳道講 我覺得你什麼地方比我強 然後你有很多的恩賜比我好 我年輕的時候都還沒有你這個水準 你現在甚至有些東西已經超過我 我以後見到他的面 我就不用裝長輩要跟他賣弄 我一定要壓倒他 然後一定要教育他 對不對 你幹嘛去辦你那個角色嘛 你為什麼一定要做長者嘛 一定要去教育別人 對不對 你就好好的 你趕快把你自己說 哎呀 我不如你 我跟紅物社講 我很多東西 我真的不如你 我不是講假 講假好不好 我跟你相處 我就完全沒有壓力嘛 對不對 那你如果明明知道人家比你強 然後你還要常常就是要跟他槓 對不對 然後要跟他比 然後我的見識比你廣 我認識的那個 我的院長是什麼名人 然後他的呢 到最後結果是什麼 對不對 那在玩全謀沒有必要 我覺得我們的教會不要玩這些東西 世俗的東西跟這些東西 我們都是服在上帝的底下 我們就是神的仆人 你看教宗的頭銜是神仲仆之仆 神仲仆 教皇的頭銜是神仲仆人的仆人 可是教宗不是這樣子啊 對不對 教皇是什麼 對不對 所以 那個頭銜取得很漂亮啊 對不對 所以到最後這一語 你看 從上述的表中我們可以看到 長老中步道團 從東山省沿著中國海岸下到所有東部的省份 包括海南島跟台灣 只有越南邊境的廣西省不包含在內 除了圍滿洲國 長老會沒有深入內陸 只有歸正教會的湖南步道團 跟蘇格蘭教會在宜昌附近開展的事工 但是長老會宣教是仍舊遍及中國東部400多公里 人口密集的省份 而且連這些基本區域連在一起 他們直接幫助了超過十萬人口 歸主 並且建立了數百間教會 幾十個長老會的區位跟長老會的大位 所以 但是這裡也指出一個問題 也就是我們長老會跟內地會不太一樣 長老會按照他的特質 他是比較容易成為資產階級 中產階級的教會 知識分子的教會 因為我們的失辯能力跟我們那個特別的強 我們也比較容易吸引這樣的人 所以長老會很少做內地 如果從在整個中國的長老會的分佈的歷史來講 你看 我們都是在沿海地帶 我們都是在沿海地帶 這個也跟在美國的情況一樣 當美國往大西部發展的時候 你發現長老會的反應是特別慢的 反而進信會跟衛理工會 這個比較低派的教會 他們發展的特別快 但是 好 即使我們承認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我們面對神學 學術文化問題 跟教育教制的問題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要非常的清楚 宣教的各方面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要非常的清楚 所以在這裡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有很多的東西 接下來我想我不能 不能跟你們講太多 那個聯合蘇格蘭自由教會 在寧波的工作 那個Williamson 他後來奉天神學院 東北那邊的影響力 在東北那邊 其實這個是值得研究 你們如果有興趣 就讀那一本 我介紹給你們的 賴德烈的那一本書 另外如果你對中派的歷史有興趣 你不怕沉悶的話 你可以讀一本 湯清博士的 中國基督教百年史 他是仿造 那一個 賴德烈的那一本 中國基督教百年史 從1807年 到1907年 1907年我們知道 那是宣教百周年 宣教百周年 宣教是舉行的第三次的大會 那這次大會非常的重要 在中國教會史上面 1877年第一次 1890年第二次 這三次的會議紀錄是非常重要 那湯清博士在 那個把每一個宗派 其實他是史料派的 所以他整理了很多的東西 如果你們有興趣 那你們對中派的 那個 那個教區 傳教的那個有興趣 其實我後來慢慢看 我就看出心得出來了 你知不知道 所以為什麼我請史牧師 要幫我蒐集長老會的一些東西 因為我就想 英文的資料 跟中文的資料 跟這些東西 有沒有辦法逐漸的把它整合 變成一部長老會在中國的歷史 長老會在中國的歷史 那像那一個 愛爾蘭長老會 這些的工作 那英國長老會的工作 賓威廉這個偉大的步道家 偉大他不得了的 他在英國是奮心步道的那個 可是他到中國沒有辦法 帶領一個人信主 那種挫折感 然後他是天路歷程 把天路歷程還給我們的 這個賓威廉英國長老會 他還幫助了戴德森 然後告訴戴德森說 我們受逼迫的時候 不要緩過來押政府 押中國政府 應該要默然的忍受 其實賓威廉 他等於是戴德森的長輩 然後這個人得到了這個杜嘉德 杜嘉德是1877年 宣教士在中國開大會的時候 的兩個主席 歐洲的主席跟美國各有一個主席 那就是這個杜嘉德 杜嘉德是開拓台灣教會的英雄 因為是他去巡視台灣 然後他就呼召馬雅各 然後宣教士到台灣開拓的那個教區 然後另外這個巴克里牧師 這個在台灣是教父級的人物 在台灣60年 他培養了200個神學生 因為他設立了台南神學院 那台南神學院 神學院從1875年設立 但是那個招不到學生後來就是 一直到1882年左右才開始健全 但是長老會的神學院一直幾乎沒有完全斷過 所以那個湯青博士就講 這是中國歷史最悠久的神學院 因為我們經過文革嘛 所以很多神學院斷掉了對不對 那長老會的台南神學院 是歷史最悠久的神學院 那馬街在台灣北部設立的台灣神學院 歷史也幾乎是一樣悠久 但是很可惜 台南神學院變成新派神學的大本營 那這個我要講的是這個巴克里 這個巴克里是每一年到他的那個 那個結婚週年紀念日的時候 他都要跟他的妻子再一次跟上帝立約 那他訓練了200個神學生 是帶起長老會的那一個在台灣立下的根基 我自己那個時候從神學院畢業 我那時候沒有想到要從事神學教育 我就跟上帝禱告 我說如果巴克里一生60年可以培養200個神學生 那我的教會我希望能夠培養傳道人 上帝你一年讓我培養兩個 無論是透過教會 或者是無論是透過那一個我招募一些奉獻來 我真的跟你們講一句話沒有關係 華神的蔡立貞院長當年要讀 去Aberting讀書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 我那時候在尋求上帝的帶領 上帝都沒有跟我講話 因為我在分辨諸靈的靈魂體 到底我那裡面的想做傳道的人 到底是諸於上帝還是諸於自己 在那邊我從大山一直到我1987年去讀神學 我整整搞了十幾年 因為我就是在那個 所以我建你們不要走這種路 因為網路這種小群教會這種 要省察那個 要那樣子去分辨靈 你可以省察你的動機 但是不要去分辨那個靈跟魂的中間的界線是在哪裡 那我那個時候就跟上帝賭氣啊 說你不讓我做傳道的人 那我可以做一件事情嘛 那我就支持蔡立貞去讀神學嘛 對不對 那所以真的我現在看蔡院長在講課或什麼 我就很開心啊 我那時候只會為他奉獻一點 但是他就得到很大的激勵 對不對 然後我發現我就參與在他的那樣子的侍奉的裡面 我雖然那個時候我不能做 我覺得我不能做傳道的人 可是我就是鼓勵他 那個做為他的一個那個應徵 那我對 我跟林洛宏老師也是這樣 我就覺得說 我有很多東西我就是 做一個陪伴者 然後鼓勵這些弟兄姊妹能夠去 那我自己就跟上帝講說 那我每一年支持兩個 真的在我那幕會的五年當中 我支持了十幾個人讀神學 我的教會才四十個人 我的教會甚至出了將近十幾個二十個傳道人 直接間接的 因為我那時候甚至想說我如果幕會三十年 那我就支持了六十個人 那我就是一個小巴克里 對不對 我沒有像巴克里那樣雄才大略啊 因為他是南部長老會最偉大的宣教士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我可以 我還是可以做 雖然我很小咖 我們台灣叫做小咖 就是那個 但是沒有關係啊 我就覺得我就安於我做的這些東西 對不對 那但是教會需要我起來 比如說我們為王儀牧師的事情 我們就勇敢的起來嘛 可是平常我們可以很隱藏 我們不一定要在享受那個台面上的掌聲 台面上的掌聲 美國長老會是最重要的 又叫做美北長老會因為分裂 那這個東西你可以看到 它有華中教區 它有華南教區 然後有山東教區 山東教區的歷史很值得寫 譬如說你們就讀過一本郭顯德 對不對 迪考文 這些都是偉大的 不得了的傳教士 偉大的不得了的傳教士 他們所建立的工作 對不對 然後華北神學院 那都是那個 這裡面的 然後華北教區在北京 江安教區 海南教區 湖南教區 那美北長老會在 我覺得就是沒有人好好的把美北長老會的歷史 就這個中派就好好的研究 就好好的研究 所以 那一個 他說1925年 那一個 26個傳教站加入了中華基督教會 山東有5個傳教站留在中華長老會 這裡面的時候就講到神學的衝突 那美北長老會有非常著名的 這些那一個 那著名的傳教 像尼維斯 那個傳教的方式 跟文化基督化 然後能夠帶出 怎麼樣子 把蘋果把這些水果帶進去 讓這些山東的這些弟兄姐妹 可以在經濟上在信仰上面 那個傳教很有意思的 那個尼維斯的 那底考文更不用講了 郭顯得 對不對 曹啟宏 佳約翰 佳約翰這個醫生 在整個廣東地區是呼風喚雨的醫生 幾十年 那個 孫中山都跟過他學醫 跟那個 那個 這個都是了不起的 不得了的傳教士 那美南長老會 美南長老會 1861年 在歷史上 美南長老會 積極向海外傳教 成立不久之後 1867年 就向中國拆派傳教士 他們最先選擇的是杭州 以後就沿著大運河向北擴展 然後往江蘇的北部 所以1905年 美南長老會 中國拆會 大體上以長江為界 就形成了華中教區 那包括長江以南 除了正江以外 所有的傳教站 江北地區 叫江北拆會 包括了正江江蘇省 長江以北的傳教站 那1925年 華中教區就加入了 那個 那一個 中華基督教會的華東大會 1927年成立 那一個 中華基督教會 那一個 江北就始終不加入了 江北教區繼續留在中華長老會 兩個教區的中央機構都在上海 直到1956年退出 那你看在這裡的時候 緬南長老會的著名的傳教士 包括司徒雷登父子 那一個 另外呢 就是賽兆祥 賽兆祥的女兒就是著名的賽珍珠 那 但是我告訴你們賽珍珠是新派 而且是在1930年代 引起美南長老會分裂的關鍵人物 因為他嫁給美北長老會 他所寫的東西 因為1930年 32年左右的時候 美國出了一份 美國的那個平信徒教會調查報告 是站在自由派的立場 那 那一個 賽珍珠呢 他不僅是肯定這一個調查報告 而且他還攻擊這些保守派的傳教士 我本來對賽珍珠想說 哎呀 他這麼認同我們中國跟那個是很好 可是整個後來的發現 他可能是一個很激烈 可能就是因為能 個性很強很激烈 才會顯出一些那麼有感情的東西 賽珍珠的問題 然後鍾愛華 鍾愛華是格里漢師母的爸爸 格里漢師母的爸爸 那 在這裡面挑起神學論鬥爭最多的 其實是這個白袖生 白袖生 那機要派主義最強的是這個白袖生 那 加拿大長老會是就在 我剛剛講 就是 這一個 像台灣北部 就是馬街 那一個 吳威廉牧師 那 那一個 那另外還有紀里文 還有古約翰 這個都是在中國非常著名的傳教士 那 另外就是美國的改革宗教會 歸正教會 那 這裡面呢 他們 他們 本來是跟美部會 也就是美國公理會一起對中國宣教 到1857年才獨立成立拆會 所以 那英國長老會 或者是美部會 人家很有 胸襟 那 最著名的是這個 這個叫做達瑪智 約翰達瑪智 這個 那 那個 那個 他是那個 歸正教會在那個 廈門 立下的那個宣教非常重要的典範的傳道人 其實這個人的傳記 也可以寫你的那個 跟Paper或什麼 其實都值得研究的 那 歸正教會 他其實他就是 在中國傳教 始終就是在福建 就是在閩南這一帶 也就是你看廈門 他做的工作不多 做的工作不多 然後另外就是這幾個教會 那長老會 對中國最重要的影響 我把它在這裡簡列了 一個是神學教育 一個是教會合一運動 然後 這些 這些東西 那 在這裡面的時候 我們必須承認 因為我們改革中在神學的上面 是比較嚴謹的 所以在神學教育的影響上面 其實改革中一直是很大的 改革中一直是很大的 所以在參與那個 金陵神學院的建造的上面 那美北長老會是全力投入 那美南長老會的華中區 也是全力投入 但是江北區 因為它有很強的 南部的色彩 也有過去的 十九世紀 那一個長老會的 新派跟舊派的 它屬於舊派的傳統 那舊派在很多的東西 神學考量是第一優先 所以在要成立金陵神學院的時候 大概在1919年的 那個武士運動的時代 要成立神學院 因為之前呢 美北長老會就願意把他的 自己中派的神學院放出來 跟那一個 另外的幾個中派一起成立金陵神學院 但是美南一直抱著保留的態度 那他們還派了調查團 好 來了解跟那個 後來他們決定加入了 但是加入了以後 他們就抗議師徒雷登 就說師徒雷登是新派神學 那你如果老師問我 師徒雷登是不是新派神學 他的確是新派神學 但是他對中國的貢獻 你又沒有辦法去否定他嘛 對不對 因為他後來做了燕京大學的校長 他是非常開明的那一個宣教士啊 那他得到燕京大學 跟師徒雷登是有很密切的關係的 連毛主席對師徒雷登 都沒有太大的惡評 都沒有太大的惡評 那當然他後來做了駐美大使 對不對 那他很多東西我也認為他 蛤 對 但是對他沒有太大的惡評 因為其實老實講 我覺得他對共產主義也認識不清 對 他對共產主義也認識不清 所以燕京大學培養了很多的人 後來反而都成為共產黨 那那個 包括周恩來總理的那個助手 黃華或那些人 都是畢業於燕京大學的 然後在 毛主席在 在燕安搞那一個 的時候 很多的燕京大學的學生還投奔到那裡去 當然做為燕京大學 作為中國 基督教教會的龍頭 那基督教大學的龍頭 他的貢獻真的是很大 而且他也真的愛中國 他也真的愛中國 可是他的神學的確是需要批判 其實就江北的反對他 我覺得是沒有意 我覺得基本上我是認同的 因為的確是這樣子 你看金陵到現在還是如此 那但是江北的那一個 的這些宣教士就很強烈的 就退出了那一個金陵神學院 而且那個時代同時就面對著 我們知道普世教會合一運動的 那一個在中國他們要搞合一運動 那他們的理想跟目標 當然他們要達到 1907年其實你沒有開那個宣教士大會 宣教士就已經他們有共識 要讓中國的教會能夠成為 自利自養自傳的教會 這已經是宣教士的共識 那這個是在中國的宣教百週年大會 1910年在愛丁堡 在穆德的影響底下 成立了第一次的世界的宣教大會 這一次的宣教大會 陳靜宜有出來講話 然後那也代表講話 陳靜宜後來在以後的這些大會上面 他都講了一些著名的話 比如說在1927年左右的時候 他在那個宣教大會的上面 他都講說求主如果要復興中國教會 先復興我 那個都是陳靜宜的名言 那陳靜宜在愛丁堡大會的裡面 是那個時候唯一參加的兩個華人 那宣教士非常的器重他 那個所以他就後來就是 在推動中國教會的合一運動上面 他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那1913年為了推動 因為這一次宣教大會就開始發現說 西方已經宣教了一百多年 就好像我列給你們的圖表 那有那麼多的長老會12個 信義會有十幾個 衛理工會有那麼多個 那把福音工廠弄得四分五裂 所以就覺得說我們應該可以在那個 基督信仰裡面去合一 可是這個合一就來了 要怎麼合一 對不對 一直到現在我只能堅持說 我們一定要知道我們已經在主理合一 所以我們只能追求合一的理想 我們沒有理想的合一 對不對 這個是沒有辦法 因為你怎麼樣在教義上合一 在教會體制上合一 你要叫天主教讓步嗎 他不可能讓步的 對不對 你要叫我們改革中長老會讓步嗎 對不對 你叫天主教來遷就我們嗎 不可能的嘛 對不對 所以你只能在一個 基督已經合一的基礎上面 我們在一些東西上怎麼樣去合作 對不對 那大家在主裡面彼此的一些東西 比如說 那一個 寬中 對不對 那我們就應該大家有共同的立場 跟一些東西應該出生嘛 對不對 那當年八九民運的時候 我們終神跟那一個 那一個 上港的眾教會 我們就一起出生 對不對 可是當 甚至我們跟天主教都一起出生啊 因為為了那一個 那 所以有人問那一個 Francis Schieffer說 那我們怎麼樣子合一呢 我們怎麼樣子合一呢 那 他就講了一句話 他說在真善美的事物上是可以合作的 但是在教義上面你真的很難合一 你怎麼去合一嘛 所以我們只能在這裡面彼此的尊重 那1913年 中國 開始中國教會的合一運動 到1922年成立了 那一個協進會 那 江北的教會跟內地會 就另外成立了一個叫做中華聖經 你們糟糕我講不完了 我對那個弟兄很不好意思 中華聖經聯盟 那這個中華聖經聯盟 就是由 那個 美南的長老會 跟 那一個 內地會所共同成立的 他們就是不加入NCC 全國基督教協進會 因為 這一次的世界大會 他們就是希望在全世界成立NCC 全國基督教 那美國也有NCC 加拿大也有NCC 所以 加拿大長老會在1925年代分裂 那 馬街的 他們的長老會 堅持不加入NCC 因為 他們要跟衛理工會跟其他中派一起 就變成了 加拿大基督教會 所以 後來就分割 那個 教區 那 台灣長老 那個 在北部的長老會 就屬於 那個加拿大的 原來的長老會 那 這個 但是加拿大這件事情 是最 最著名的一個事件 那 在中國呢 NCC始終 大概容納了大概 四分之三左右的中派 但是 那個 美南長老會 那個 始終 不加入 江北教區 跟這些 山東的教區 他們始終不加入 那 那 即使加入了 內地會 勉強加入了 到1926年 內地會 就 什麼 跟宣道會 就撤出了NCC 因為他們發現 自由派神學當道 那 在這裡面的時候 他們就組織了 中華聖經聯盟 我把這個 稍微講完一下 那 是跟NCC 對抗 然後 他們組織了 華北神學院 跟山東拆會 長老會 組織了華北神學院 賈玉明 丁麗梅 然後最著名的 就是賀士 這個 這個長老會 最著名的 等於是 中國的 甚至有點像 中國的神學院的 神學教育之戶 他們組織了華北神學院 然後 對抗金陵神學院 然後 另外 中華基督教會 不是成立的嗎 可是中華基督教會的這一種 在神學上 雖然是陳敬儀所成立的 可是 那一個 也沒有辦法成立 所以 山東這邊 跟美南這邊 他們就成立了 中華基督教會聯合會 就是爭鋒相對 一直這樣子 那 在美國那邊 梅清的 那一個 拆會啦 後來因為他們也成立了 拆會 然後 就介入了中國的 這一個的 的教育 那宣教士寫信回去 然後 透過 透 越過拆會 直接 告到美國的教會啦 然後拆會就指責 這些 你們這些保守派的 教育 的宣教士怎麼可以 越籍報告 哇 那個這一個 這段歷史如果你有興趣 前幾天 我就是在看這一本 因為這裡面非常詳細的敘述 包括西敏那個系統 介入了 那個教會的 那個種種的紛爭 你們有興趣 那個 看這一本啦 好看這一本 好OK時間到了 把時間還給趙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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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降了这个房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